大西洋十號巨王禮一 即將登入加拿大的金斯科斯的省 但是他已經被停閉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直播天新開地下 地下看直播天新啦 為什麼他會停閉呢 因為他已經接近溫帶 所以被停閉了 但是他還是有一個非常強烈的巨王系統 現在還是有十號級台湧的威力 離這個加拿大的金斯科斯省只要200公里 以及今天晚上就會降落 他現在中間速度是130 但行進速度很快哦 25公里 但是他每秒可以跑35米 直接接近到這個金斯科斯省的南部 會進入之後就往這個 紀北方向進入加拿大裡面去 但是這裡很多島嶼 他進入島嶼之後就會慢慢消失 但是這個已經被停閉了 那不怎麼看好他 但是他還是存在傷害加拿大地區 所以還是特別小心 這一個已經被停閉的12號基隆 李懿啊 會在基因科斯省登陸 你收集還是非常強烈 所以這位畫面的朋友 還是西亞高度的借備 他所帶來的風移以浪潮 大西亞裡面還有一個13號基隆 馬克特啊 今天是位置在這邊盤旋 一下東一下西 現在是從東北方向繞上這個西亞方向 但是中間西亞值啊 9905% 中間速度只有65 相當於8級到9級 所以這個已經慢慢消失掉 但是他還是繞點圓圈在跑 所以但是後面他一個 97L 現在變成15L 那個比較有可能形成一個基隆 他現在走的中間西亞值是 10700% 中間時速也是65左右 但是他每秒可以跑15米 那走的方向天下基北方向 啊未來啊 這一個真的在高壓當中哦 他走的形狀啊 跟那個位置啊 別人這個離役有點僵啊 不過 那強度 一這起來哦 中間西亞值可以僵到 965 所以是來一個蠻強烈的 巨峰系統啊 到底這一個 14號的巨峰 這一個叫做 耐捷耳會不會只有97L 也就是15L所形成的 所以我們出去來觀察 這一個鎖定 這一個 你會不會登陸夾喇叻 登陸之後會變如何的 還有 這一個 97L啊 會不會生成14號巨峰這個 耐捷耳呢 點擊收看 首先先開機箱 先開機箱 先開機箱 拜拜